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本期视频我将一口气给大家介绍完剩下的 它们是金 海牛 七角类 第四类成功下水的哺乳动物 尽管在右亚科里也有水雕之类下水的 但是毕竟体型太小 杀热太怪 只能对付个小鱼青蛙之类 水性不错 但算不上真正的下水物种 而水塔亚科则纯粹的多 它们的身体结构已经完全适应了水里捕猎的需要 和其他大洲生活在海里的三类不同 小巧年轻的水塔大都在九亿安全的淡水里活动 全情五大洲居有分布 其中中为欧亚水塔 姜塔 小爪水塔三种 其中的小爪水塔是世界上最小的水塔 只有一只猫那么重 它之所以叫小爪水塔 是因为它的指甲非常的短 不太锋利 和用嘴巴捕猎的鲸鱼海豹不同 小爪水塔的手非常的灵敏 能够辅助感知猎物 而非洲小爪水塔的爪子更加灵活 前爪无谱真的具有一定的抓握能力 爪子和谱呢 也是水塔之间重要的识别点 大部分的水塔都具有小断腿和长绳子 它们继承了不如动物灵活的妖姿 再加上粗状的尾巴 就可以在水里自由地活动 在水里它的鼻孔和耳朵都会封住防止中耳炎 这时候就差最后一个器官没处理了 不用担心水灰的眼睛造成什么影响 人克服了不适应感 也能在水里睁开眼睛 但是水的密度是空气的800倍 并且比空气拥有更高的折射率 这就导致了一个现象 那就是水塔自成的眼睛变成了远似眼 控制静状体的结状体就会增加静状体的弧度 让水塔变成寄似眼 而这个寄似眼在水里就相当于正常眼了 水塔在水里甚至还有嗅觉 精神没有嗅觉的 因为在水里一吸气就呛死了 所以精灵的动物的隐私理念可以总结为 不管是香还是臭 打扰我精宝嘴里都是肉 而水塔是如何死一样闻东西的呢 我为大家描述一下 首先水塔消耗54点储存的氧气 从嘴里发出侦测气泡 气泡碰到物体后就会被吸回来 水塔就可以品尝到食物的口味 以此来判断能不能吃 好不好吃 再加上腰椎脖子 四肢带来的转向能力 使得水塔能够对付水里的缓慢鱼类和青蛙 水塔保持体温并非海报那样依赖脂肪 而是依赖毛发 用高毛层和绒毛层锁住空气来保暖 水塔的绒毛非常的浓密 一平方厘米就有七万根 而人一平方厘米头发才六百多根 即使如此浓密的毛发 也难以在水里保持住热量 因此水塔的新陈代谢非常的快 每天要吃掉自身体重 百分之十五的食物才不会饿死 而且在捕猎的时候 能量消化会很大 在温度为十度的水里 一只水塔如果一小时内 做不到一百克的鱼 就会有生命危险 对于独居的欧亚水塔母亲来说 一天更是要花费八个小时的时间 来寻找食物 水塔的幼崽 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动物之一了 毛绒龙的没有防水能力 等到四个月大的时候才具有防水能力 小水塔天生是恐惧水的 因此想让它们第一次下水 也是一件需要耐心的工作 小水塔活泼好动 非常喜欢滑雪梯之类的活动 而且大家也都看到了 小水塔非常的吵闹 永远叽叽喳喳 叫个不停 这和它探玩的性格 都是水塔生存的必需品 它们并不是类似蜘蛛之类 一生下来就会捕猎 它和我们人类一样 一生下来几乎是块白板 教生和探玩 都有它们学习技能的基础 一只小水塔需要18个月的时间 才能够学会生存技巧 当一类动物聪明的时候呢 它的打团能力也往往能得到提高 世界上最长的水塔巨塔 就是一类出色的团战高手 巨塔顾名是意 个头很大 体重达到20到30公斤 它们生活在富豪的亚马逊河 这里食物充足 水草风貌 水里自然也少不了各种怪物 比如草原中吊炼天的食人鱼 就是巨塔的开胃小菜 小型蟒蛇也只是蜡条 经常被美洲虎捕食的凯门饿 也难逃巨塔的毒手 至于美洲虎 不要在陆地逼逼赖赖 有种在水里碰一碰 看看谁怕谁 水下狼琴这个词的确是不错的形容 一般情况下 小动物都会显得软萌一点 而世界上最可爱的水塔 却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塔 我想它的名字 弹幕上都已经告诉大家了 海塔是一种纯海性的水塔 海洋很冷 海洋很大 所以海塔拥有比其他水塔 都要短处的身体和巨大的体型 最大的一只海塔有53千克重 相当于一位成年女子的体重 个人认为 海塔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动物 不但可爱还很另类 它的眼睛很小 打破了传统中 眼睛越大就越萌的定律 眼睛猴身表赞同 海塔不但外形萌 而且行为也很萌 今晚有手有脚 它们却几乎不上岸 吃喝拉桑呢 都在水里 象征在海里憋急睡一会儿 还得请来喘口气 真是折磨人 而海塔直接躺着睡 想着只那叫一个眉 为了防止睡觉以后 铜板丢了 它们会手拉手一起睡觉 为了防止被海浪冲肘 它们会用海带把自己捆起来 海塔的毛发一旦变脏 就失去了防水效果 所以海塔非常在意自己的卫生 它们经常会用手给自己洗脸 它们的手掌是没有毛发的 会习惯性的感觉到动手 它们就会用手捂住眼睛来取暖 既然海洋里已经有精 起脚力和喊牛了 那么海塔是如何在海洋里 挤出自己的生态位的呢 这都要感谢海带的崛起 海带并不是植物 而是一类不等鞭毛生物 它的出现导致了海洋 也像陆地那样 拥有巨大的生产者 如果把海带看成森林的话 那么海塔就要是海中灵长类 不是说海带会结果子 而是说海带里有大量的海胆 贝类以及螃蟹 海塔对于海胆的捕食 也保护了海洋丛林 因为海洋太冷了 所以海塔的饭量 也要比其他水塔要大 一天要吃掉自身体重 四分之一的食物 它还是除了灵长木外 唯一在溺食的时候 使用工具的哺乳动物 它们的燕窝处 有一个储存物品的口袋 当它们抓到贝类后 就会表现胸口碎大石 把石头放在肚皮上 用贝壳砸石头 虽然利的作用是相互的 但是鲜碎的却是贝壳 有时候没带石头 它们也会寻找其他用物敲打 比如这利的船只 海塔的繁殖能力并不强 通常只能剩一个 母海塔会把小海塔 看得非常重要 虽然小海塔扔在水里 也不会沉下去 它却把小海塔 天天放在肚皮上抱着碎 宁慈到时候 也会把它们拖到岸边 和友爱的母子相反 成年的熊海塔 性格非常的凶残 会绑架小海塔 向母海塔所要食物 它们交配的时候 会攻击母海塔的头部 或者鼻子 留下永久性的疤痕 有的雄性 还会强奸幼年港海豹 大家都是吃肉目 本是通根生 相间何太吉亚 毛绒的海塔 是随塔亚科里 最容易辨别的物种 做到这里 我就想起了一个故事 北京前门外前门大街 批条胡同老拉江 于谦老师的父亲 王老爷子 有一鸡皮的凉鞋 胡素的大衣 海龙的帽子 这个海龙 指的就是海塔 当然 听相声讲就哈哈一乐 前面是假的呢 这个是真的 辛辛苦苦忙好几天 写下近三千字 说白了 就是想求个收藏 求个关注 自己心里也好受 相声里说 海塔已经灭绝了 虽然现实中海塔没灭绝 但是因为它们的绒毛米度 达到了17万根每平方厘米 为了获得它们的毛皮 大量的海塔遭到了捕杀 最少的只有一千只 虽然数量现在有所回生 但是依旧是宾位级别 整个水塔亚科 除了一两种是无为外 其他的处境都不乐观 要说环境破坏 再说难免 但是人类的捕杀 却是威胁水塔的重要因素 希望大家不要购买野生动物制品 不要适用野生动物 各位也有钱的话 没事看看游艇玩儿跑车 看看龙女之声的视频 那不香吗 大家都能有这个意思 并且传递给身边的人 这就是龙女之声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做的贡献 好了 等我回来 我们下次再见